陸軍五四兩旅一無一核心下市 20日因為任務分配不公遭同袍埋怨 心情低落吞下數顆住棉劑 其他人發現後緊急送醫 目前已無大礙 日前表態參選基隆市長的國家安全會議 副秘書長楊永明今天說 有信心也有能力 兼不起基隆翻轉的重責大任 幼名日前寢辭獲捲 8月1日將正式卸下國安會副秘書長一職 全身投入基隆市長選戰布局 高鐵通車6年半來即將首度調漲 目前每天有12萬人搭穿的北高線 預計票價將從1490元漲到1630元 單程就貴了140元 漲幅最大的是台北新竹漲了一成多 高鐵預估最快今年10月正式實施 而福利盟今天發布調查兒童吃零食狀況 有2乘18的孩子說家長喜歡吃零食 另外6乘2的家長不會限制小孩吃零食 新唐雅太電視整理報導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